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相当雍容华丽 一出场就自带气势 有一种称霸天下 所有人都要臣服于我的感觉 白露能hold住这种角色 感觉导演选择角色这方面还是比较有眼光的 男主角张灵鹤这两年的资源也很不错 刚刚合作白露拍摄完宁安如梦 转身又合作于舒心 二次合作电视剧云之语 张灵鹤现在资源这么好 虽然现在还没有爆火 但是已经被送上了代报的那一行列 估计这两部电视剧完结之后 张灵鹤还能吸引很大一批粉丝 因为她的古装实在是太好看了 古装剧当中 毛毛领的衣服是我的最爱 再加上张灵鹤的这个笑容 瞬间就没了 鼻尖一颗质好像也更加的应景了 除了男主角之外 尼安如梦的男二号也相当耐看 王兴月很小 但是在古装剧中却呈现出了一种独有的沧桑的感觉 王兴月在剧中饰演的是男二号张哲 一身清贫 两袖清风 清正而又连结的一个清官 女主感觉最为亏欠的一个人 这个人设真的很好很好 不知道王兴月是否能够凭借这个角色 摆回大家在周深如故当中对她的固有印象 撑伞造型好帅 眼镜亮晶晶 别看王兴月很小 但是她身上有一种很沧桑的感觉 本人的身材也是相当轻瘦的那种类型 跟这个角色的适配度简直不是一般高 宁安如梦为播鲜火 2023年 观众们最为期待的一部古装剧 其实男女主角也不是娱乐圈中的顶流存在 但是这部剧评级还是很高的 喜欢这部剧的原因可以有很多 一来是大女主题材 二来是两个男主都非常帅气 还有就是人设也很不错 而且重生文的受众也有很多很多 宁安如梦还没有播出 但是剧组的氛围特别浓厚 看起来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看他们的互动 就感觉CP感满满 期待度这么高 宁安如梦能不能够搞快点呢 静待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加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